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事实一再证明 当前台海和平稳定面临的最大威胁 对台海现状的最大破坏 就是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 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其的纵容支持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 美国执意以武驻独 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 只会加剧台海紧张 注定落得失败的下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不要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方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同学院的领土完整 以为与平稳定有利措施 进入水澡